好 我们上礼拜讲到尺的部分 记不记得 尺的部分讲完 刚刚有个预期一遍了 在测量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做什么事情 什么叫做测量 可以简单讲一下 上礼拜我们讲到这边 自己也讲一下 什么叫做测量 测量这些事情我们在做什么 测量这些事情我们在做什么 将东西换算成我们了解的东西 将东西换算成我们 比较 对啊 你怎么换算 这换算过程是什么 它就是比啊 比较大程度 可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刻度叫做公分 那你可能拿这个尺去对咬它是九公分 所以这对上去的过程就是比较 我们评评看是尺长一点 还是比长一点 但你在尺的哪个刻度 对不对陈友 就这样子 就比的过程 比较的过程 所以我要去秤重量 我怎么秤 我怎么秤 我怎么秤重量 哪个东西 哪个东西 哪个已经知道的 这所谓已经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叫 什么叫已经知道 例如 法码 法码 法码是大家都公认它说 这是一公斤的法码 它就是一公斤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呢 一定会很多 比如说 譬如这是 这是一个国家 这是另外一个国家 这每个国家的公定的标准都不一样 比如像台湾的金 你去买菜 买一斤菜 一斤鸡蛋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他现在都把它搞成一包 这一口菜十块钱 这一口菜多少钱 都已经订好了 对不对 你想买 价格上买一斤的 或者买一斤的 这个 或者你去买地瓜 一斤地瓜多少钱 你去 Seven 不是Seven 全家 全家有烤地瓜吗 有买过烤地瓜 没有 买过烤地瓜 那烤地瓜用100公克来算钱 每100公克多少钱 所以 那100公克是谁订的 为什么你相信他100公克就是100公克 他的100公克 台北的100公克 台南的100公克是不一样的 台南的100公克 高水100公克又不一样 会不会 会不会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事实上这是发生的 在台湾的一台金 跟在金门的一台金 是不一样重的 在台湾的一台金 我们说一斤几两 一斤十六两 在金门的一台金 一斤是 十两 差蛮多的 所以 重量是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订的标准 标准怎么订出来 标准怎么订出来 大家都在用的 大家都在标准 没有错 就是我们会 世界各国 有权利的几个国家 就集合在一起 来来讨论一下 一公尺怎么订 第二个你拿个棍子 这根棍子也在一公尺 好不好 好 这一公尺也在一公尺 那你的国家 怎么来决一公尺 那你把我拿走 这根我就拿不到了 同意做 抢回来 抢回来 不行 那为了那根一公尺的棍子 要抢一抢去 是很笨的方法 最聪明的方法怎么样 再做一根 再做一根 没有错 我就拿这根当标准 我再拿一个跟它靠过去 拒断跟它一样长度 这就是我国家的标准 我国家拿回来这根尺 诶 这边我有一公尺的标准了 那各县各市各个乡镇地区 你必须来跟我拿一个标准 那你要怎么拿标准 在做 再做 他来跟我复制一根 他复制到台北区 台北就有标准 他复制到高全区 高全区就有标准 复制到台南台南就有标准 每个地方就复制这个标准 好 我台北有标准了 问题是你想卖布啊 你怎么去拿到那个标准 好 那就有聪明的人说 没关系 我去硬尺给你 他就去把那标准拿来做成尺 所以没法尺都是跟他校对过的 校对过的尺 那他把尺卖出去 每个人就拿到尺 但是腹子小的尺 大的尺 中的尺 他是一个两别的东西 但OK没有 这是尺的部分 重量也是一样 就是先开始有定属的标准 然后大台北的标准拿去复制 复制成一样的重量 那之后就能给他重量去秤别的东西了 好 我想秤膜多重 怎么办 就开始加法嘛 1公斤 2公斤 3公斤 4公斤 5公斤 6公斤 80公斤 刚好 所以我们怎么测一个重量 怎么测一个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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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这个东西 好 这个摆他的重量怎么秤 用秤 用秤 我这样都会用秤 那秤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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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这个彈簧的簧力 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几公斤 你放到彈簧上去 它会拉长 像这几公斤 够不个 好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你放到彈簧 嗯 拉伸的 拉伸的三公分 三公分好了 请问这三公分代表几公斤 这个 啊 10 要2 怎么2 好 非常好 就先把我彈簧放到去 假设我现在有个彈簧 对不对 我先把我的屋底放上来 可是我放屋底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先放彈簧 我先放10克的彈簧 我拉伸的 1公分好了 我放了20克的彈簧 看看拉伸的 2公分 2公分 我放了30克的彈簧 我可以拉伸 3公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就有个标准啊 是不是我就有个标准了 我是把重量 重量的东西 转换成长度的标准 是转换成长度了 也就是讲这边有刻度 指针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这刻度来知道我量什么 好 我现在放一个我要量的东西 放上去了 结果呢 它拉了 2.37公分 其中它几公斤 几克 24 再想清楚一点 几克 23 23 23 几克 23.7 最小可以量到的这几克 最小的刻度可以量多少 想清楚哦 最小可以量几克 假设这是我们标准 我们量到结果 哪个是估计值 0.01 这个是估计值 对不对 0.01 这个是估计值 对不对 小数以下的第二位是估计值 问题有没有在听 有 还在做自己的事情 有 OK 小数点以下的第二位是 是估计值 也就是小数点以下的 这一位是正确的值哦 这一位 这边是公分 它转换出来的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功课 也就是一公克 是我们能量到的最小准确值 0.7克代表什么 估计值 也就是它这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重量 它是介于23克到24克之间 可是比较超近24克 清楚吗 OK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 测量的标准 我们把重量转换成长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弹簧秤来量重量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在最早的标准里面呢 它不是用弹簧秤 弹簧秤已经做过一个转换了 假装不转换的情况下 最早的秤套 最简单的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 天平 天平 我这边放个东西 我这边放个东西 这边有螺丝 可以调它的重量重量的位置 我先调 调轻轻一点 调出来一点 调到两天一样等高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两边怎么样 平衡的 好 我开始先把一个想要测的东西放在这里 那今天要放什么 这边要放什么 要放把码 这边 把码就放上去 先放大的还是先放小的 小的 大 大 为啥先放大的 因为小的是要快要接线的时候 小的是小刻度的意思 假设这边是100克 你先放小的 我先放0.1克 不行 太轻了 再放0.1克 还是太轻了 再放0.1克 你要放多少 放1400才会到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放大的 那假设真100克 是这样太夸张了 1001 101.3克 这是101.3克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你会先放多少 感受一下 我先放50克上去 太轻了 再放50克 太轻了 再放5克 你不会那么清楚 有没有办法用 接下来再放50克 哦 太重了 所以这个拿掉 接下来放什么 10克 再放10克 太重了 拿掉 再拿1克 再拿5克 太重了 太重了 拿掉 1克 再放2克 太重了 拿掉 再放什么 1克 欸 发现这边比较重 所以1克要不要拿掉 1克就不用拿掉 1克就留着了 好 再放什么 3克 0.1克 你怎么知道 0.3 0.5克 当然再放1克 0.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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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拿掉 很平衡 这个重量就是 就是50加50加1加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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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達成101.32 這樣有問題 所以這偏平的測量就這樣測了 OK 所以重量的測量有沒有問題 重量測量有沒有問題 沒有 重量測量沒問題了嗎 要問一下 大象怎麼秤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對不對 大象怎麼秤 把大象先切成28塊 對 再一個一個秤 清到船裡 快把大象壓到水中 不行了 我們大象不要他死掉啊 清到船裡 還會讓你幾個問題 清到船裡面 真的啊 真的啊 好啦我們勉強破壞一下 然後勒 然後勒 對 像什麼 像嗎 好像有點像一樣 大象 我想秤大象怎麼 你還在笑我 你上來話 這邊還是腳啊 這邊還是腳 這邊還是腳 我以為這隻鼻子 對 那是被蛇吃掉 好 大象 大象 假設這隻大象 我想秤大象 可是大象很大隻 我的秤可能一隻秤 20公斤的秤 我只有20公斤的秤 我的法碼最大只有20公斤 我怎麼秤這是大象 是 請說 把它欠到水裡 把它欠到水裡面 船 要欠到船上 這邊有一艘船 我想把它欠到船上去 然後呢 船會下沉 然後後來 船會下沉 船會下沉 秤到這邊來了 然後後來割劃 然後呢 然後再把它牽走 把它牽走 先做它就扶上來了 扶到這邊來 然後呢 丟石頭 就開始丟石頭 我可以丟50公斤的石頭 當然可以 我們剛剛說 秤只有20公斤 我的法碼才有20公斤 所以要丟小於20公斤的石頭 丟石頭丟進去 表示什麼 表示這時候石頭的重量 跟大象的重量是一樣的 在接下來把石頭翻出來 一個一個秤 一個一個秤 一個一個加起來 我就知道大象有多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非常好 這是大的東西這樣秤 啊 問一個問題啊 那頭髮怎麼秤 一根頭髮有多重 一樣 我們用天秤 半根頭髮 要不跟 好 自己把它變 我們就拿多一點頭髮嘛 假設一根頭髮 放在秤 放在天秤上 0.1克 太重了 0.1克 0.01克 沒有 沒有0.01克的髮碼怎麼辦 你要拿一戳頭髮嘛 不要剩一根嘛 剩一戳嘛 剩很多嘛 剩完再打分配一下 假設100根頭髮 我剩完再出100 這是我的答案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假設現在有人說 欸 這邊有一袋 有一袋 一塊錢的硬幣 這袋硬幣有多少個 來 陳佑數一下 這硬幣有多少個 你會不會真的去算 假設這袋是這麼大一袋 這麼大一袋的硬幣怎麼算 秤重量 秤重量就解決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先拿 拿一些硬幣出來秤重量 秤重量之後 你知道平壁一個重量是多少硬幣 硬幣平壁一個是多重的時候 再把整袋的硬幣拿去秤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硬幣有多少個 可以剪掉袋子 對 袋子重量當作剪掉 不要把袋子重量放在剪 袋子重量可能就值壞錢 OK 這重量的測量 會不會了 所以要記得寫上去 重量測量怎麼秤 不要告訴我 用秤來秤 很多人答案就寫 用秤來秤 用秤當然簡單 我都用秤來秤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 秤有它的道理啊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液體的體積怎麼秤 怎麼測量 液體的體積怎麼測量 到水裡 液體的體積到水裡面 然後水就溢出來 然後再把那些水 液出來的水的倒回去 然後液出來的水 液體的體積 好 謝謝廖程又講得非常清楚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簽證一下液體的定義是什麼 液體它什麼定義叫什麼 體積嘛 液體就是體積對不對 我不是說液體的定義 對不起 說錯了 液體的體積 體積的定義是什麼 體積的定義就是那個 好 簡單來講 長層寬層高 三四方沒有錯 對 對 長層寬層高對不對 長 假設這是長 L 層寬 寬是這裡 W 高是這個是 H 長 層寬 層高 這整個加起來 整個層在一起之後 這個空間 就是一個體積的大小 好 好 我們既然定義成這樣子 我們把定義 假設這邊用10公分 這邊用10公分 這邊用10公分 好 請我盯出來這個方塊 1千 體積是多少 1千對不對 這等於 1千 什麼 單位 Bm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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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要舉手喔 不要有問題 不解決 然後就睡著了 有問題一定要舉手 好不好小薇 有問題要舉手 廖正韻 OK嗎 好 這是1千立方公分 我們定義1千立方公分 叫1公升 定義它叫1公升 1L L是liter的意思 1公升 好了 我現在1公升的東西 所以我很簡單 假設我把裡面填滿了水 好 這水的體積多少 就是1公升 是不是這樣子 假設呢 我拿三個杯子 拿兩個杯子 我做了兩個杯子 把這杯子的水倒進去 兩杯都是一模一樣大小 大約剛好滿了 那杯子叫什麼 杯子是多少 幾杯是多少 0.5公升 也就是等於多少 500 cc 500c c的意思叫做 cubic centimeter cubic centimeter 就是立方公分的意思 c的意思就是立方公分的意思 好 我們那裡可以寫ML嘛 記不記得ML 這個M是什麼 這是百萬 錯 千分之一 這個M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他千分之一公升 也叫做 豪升 豪升 叫豪升 豪升呢 也不是cc 也就是500cc 這一杯是500cc 高雄木瓜牛奶也就是500cc杯 對不對 有沒有去喝過 沒有 很有名的 沒喝過 有機會去高雄喝喝看 我現在在嗎 不知道 很久以前 我現在比較說 好啊 好 量液體的體積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量 杯或量桶來去量體積 對不對 這叫做抖 用 用 抖這樣寫嗎 還這樣寫 這樣寫 抖 好 一抖 你看這才高八抖 就是他的腦袋裡面 裝很多東西 他知識很豐富 八個抖 現在你們大概不只八個抖啦 對不對 你現在的知識怎麼都比啊 我們現在的知識一定比較豐富啊 對 至少都會打 多了 好 然後液體就這樣量 液體有別的方法 液體的體積有別的方法可以量 假設我現在想說 這水溝的 體積有多少 哪尺啊 長程觀塵膏 長程觀塵膏 你說那個什麼GPS啊 現在應該很難量喔 這真的很難量 因為他的體積不深穩定 長程觀塵膏 長程觀塵膏 算個大概 真真的量不容易 我們只能說 我先拿一桶水 放放看會不會滿 不會滿 再拿一桶水 再放放看會不會滿 好兩桶水滿 我們看這兩桶是什麼東西 好 假設我拿一 假設我拿一頓的水桶 一頓的水桶 很多人家裡面的水塔就是一頓喔 一頓的水桶放在裡面 滿了 那水溝的泥就是一頓 好再剪那兩桶 那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量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量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量 所以你石頭並不是填滿的啊 你石頭會有空隙啊 丟保麗龍嗎 保麗龍我也有空隙啊 保麗龍剛剛 保麗龍都鋪起來了 他就丟燒了這樣 沙子還是有間隙啊 一點點 沒有那很多 間隙很多 真的沙子的間隙還是很多的 那 沙水泥啊 沙水泥啊 水泥沙滿了 填滿之後呢 把水沖出來 一直都把水泥沖出來 沖水泥啊 好 還有一個方法 我假設 我想想假設一下 充氣啊 充氣 怎麼充 我用氣球 類似的東西都打進來 這樣 可是你氣球可以跟這水溝完全貼起 你要氣球完全貼起 也是一樣不容易吧 等到接下來你要量體積 氣體的體積也是很麻煩 好 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這樣講的 我用水龍頭 開10分鐘 然後就有辦法 水龍頭呢 我先水流下來 這個水龍頭的大小是固定的喔 我不會再變了 大小是固定的 我先量 我把一個水杯 這個水杯有知道體積是577 把這水杯填滿了 時間 假設是 一分鐘好了 我用一分鐘把這水杯給填滿 然後呢 我把通常大小的水 拿去放在我的水生池 假設水都沒有斷掉 我們就斷水不斷鍊喔 就一直水流過去 假設我流了 假設我流了 假設我流了兩小時 30 分鐘 好 請到這裡面體積多少 120 給我一算 150 我說每分鐘可以留500CC啊 150 150 然後呢 乘以5 500 乘以5 500 乘以500 乘以多少 我現在看 123 CC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 然後5公 75公升 乘以75公升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水流值70公升 這是一個簡單的量吧 可以這樣做 這是一個轉換喔 所以以後你們所有很多測量的時候都要做轉換的 像剛剛我們把重量 轉換成長度 我們現在把體積 轉換成時間 用一個你比較方便測量的東西去測量你不容易測量的東西 清楚嗎 OK 好 測量顧差如何取消 如何測量 假設我們測量 剛剛 假設 假設 我現在測 硬幣 我們剛剛講不是要測一袋的硬幣嗎 下課了 就直接他們講完 下課 下課 蛤 還有幾個 等一下下一堂課要講一個 這樣 要看你幾個 沒有拜拜 所以等一下我來著啊 沒有拜拜 我開個摸一下喔 為什麼要逼我啊 對呀 要寫完來齁 啊 喔 定著我還寫完 不能夠寫完 蛤 我不是考慮寫完 就是定著 下一堂課要進來喔 同學 不要 你進來喔 你說什麼 你味道要嗶我啊 對 說到後面 你們差不多要唱 你們差不多要唱 你們差不多要講 不要唱 我甚至沒有 因為我現在 我跟你們的 你們的電視 還不一樣 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人都 辛苦在那邊 你也算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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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也算很緊張 我講的東西 你也算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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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 欸 我認凱君 你沒有練習 你也算很緊張 他們 你在人文的時候 我沒看你唱歌你幾次 我們要唱歌一下兩次 兩次就這樣吧 我都緊張了 都緊張了 OK 就算別老師有唱過 也都是你唱過了 嗯哼